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佛法去看 身上有着这样味道的人一定要小心 这是轮回的味道 一 每个人的味道独一无二 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 无论我们闻上去有多么相近 但其实每个人的味道还是不同的 和指纹一样 独一无二 近年来就有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 人类隐含的气味语言远比我们所认为的要丰富得多 在这些研究发现当中 就是连同卵双胞胎的气味也不会完全一样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嗅觉 更重要的是 气味从我们的身体中飘出 进入我们的鼻孔 是一种信息量丰富的隐性语言 帮助我们建立牢固的家庭纽带 让我们互相吸引成为伴侣 也让我们感知和避开危险疾病和侵害 甚至让我们能够感知到他人的幸福 因此 这样的味道是有着辨识度的 就像鬼来认人 不是来看你的长相的 因为你轮回后长相会变 时而好看 时而难看 但是你的那种专属的味道是不会变的 你到底是谁 是不是自己过去的仇家 一闻味道就知道了 而这些味道都有什么呢 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 千差万别的体味 在这个世界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而这些不仅仅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 其实也跟人的意识想法有着关系 因此就会形成千差万别的体味 大师总结出了有七种味道 首先第一种是油乎乎的味道 这样的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感觉很油腻 第二种是血腥味 排除这个人当下确实是在出血的情况下 一般可能是因为这个人有沙业 债主已经知道 并且开始索命了 第三种是身上有糊臭味 基本上这个人从动物道刚转上来没太久 而且前世很可能是狐狸或者其他犬科类动物 当然也有少量人是因为当下身上就是附着这类动物灵 不管如何 这类人的欲望通常会比较强 不一定他什么都要 但是一定会在某方面有特别执着的地方 第四种是骚臭味 就像刚从鸡窝猪圈里爬出来的味道 这种人好多刚是从猪或者其他哺乳动物转上来 这类人会比较贪或者比较暴躁 目光也比较短浅 第五种是修行的味道 你如果有在好好的修行 身上就会有着淡淡的檀香味 因为修行入道一段时间后 人身上的气场会发生变化 所发出的气味也会有所不同 这种味道绝非沾染在衣物上的香火味 而是由人体毛孔内散发出来的味道 多以檀香 沉香味为主 也有中药味或其他异香 据一位道友说 当一个修行人的身上发出这种异香 说明此人已经有很多修为 所谓的修为未必是传承了多少高超的法术 而大多数来源于其德行 修为高的人可以做到心如止水 使自己的身体成为神界的载体 而这些香味就是修行人 原神归位时发出的味道 其实若真心清净 我们总能闻到空气中传来不同的味道 有时候我在给祖师爷敬香时 偶尔会闻到浓浓的中药味 有时候在与高道大德聊天时 能闻到他们身上发出的沉香和弹香味 据道友说 当我们在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人旁边 闻到檀香味 说明此人将有仙界童子前来接引 不必经历阴曹地府、黄泉路、奈河桥 直接超升仙界 这种人是修为很高的人 很多人的身上也许永远没有缘分 发出这样的异香 而且很多人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一些修行的人 他们就算是吃大蒜还是吃洋葱 这个味道也是非常快散掉 是不会留在身上的 修得不够、业障缠身的 这种味道就会留存 甚至混合成这个人的体味 这种味道如果形成一个固定气味 围绕在身上 就会形成磁场 这种磁场是不好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佛陀把大蒜、洋葱、韭菜等 也列入浑腥 这种气味是会破掉一个 修行人的清静、增加欲望的 但是如果你修得好 气脉很通畅 那就没问题 因为吃下去很快就会自己散掉 第六种是天然的味道 这不是脂粉的味道 有的如花一般清香 有的浓烈一些 有的淡然一些 这也是一种记号 这样的人若不是大修行者 就是刚从天道转世下来不久 所以还保持着天然的香味 但如果不好好修行 几次轮回之后 业障就会使这种香味散去 总的来看 这些味道都是跟因果有关系的 一般来说 业障越重的人体胃越重 业障越轻的人体胃越轻 一般来看有这样几个原因 其一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刚从畜生到转来的人 身上一定是很臭的 有的甚至可以闻到 它是哪个动物转来的味道 有的人呢 一个阶段臭 慢慢的又好了 有些时候是因为给它带来这个臭味的债主因果 走掉了 还清了 人就干净了 不臭了 当然 也有人是因为动了手术 你动了除臭的手术 虽然从表面来说 那个人类可以闻到的味道是去除了 但实际上 你人为的破坏了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灵界 你的味道却仍旧闻得清清楚楚 而且 动手术去臭的方式 大多是破坏汗屑 会阻碍人体的正常排毒 会使毒素积聚体内不能排除 这就是未来癌症的隐患 其二就是身上背负比较重的沙叶 某个或者某一批债主正在他身上 这个味道不是特别的浓 就像是因果的味道 周围会散发着一些难闻的味道 不过这个味道会随着自己的心境而变化 只要你慢慢的修行 你身上的业障就会消失 这样就会出现清香的味道 其实这些味道先是灵界闻到 再慢慢的连你身边的人也会闻到 当然若身边的人业障很重 他就会无法闻到你这种修行的味道 他们只能闻到你喷香水的味道 修行的味道其实不是靠鼻子闻的 而是靠一个人的感应去闻到的 这种味道是很特殊的 其三就是周围气场所影响 如果身边有不好闻的味道 就会形成一个不好的磁场 尤其是那些抽烟的人 会招惹生病的磁场 就会积累病气 总之 我们今天有缘修行佛法 就要认真的修行 努力把我们身上业障的臭味 慢慢变成修行功德的香味 三 去除体味的妙方 相信有些人会对自己身上的体味感到困扰 其实也不要太过担心 这样的味道也是可以消除的 这里有几个方法 其一是最简单有效的一种 那就是念经持咒去回向 消除业障 平衡自己身体有异味的因果 只要功德与业障一平衡 异味就会自己消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异味本身就是业障的一种形式 业障得到了平衡 这种外向自然也就跟着消失了 其二就是使用破坏天香水 大杯水与甘露丸 这种破坏天香水中有特殊的天香 能够破邪与晦气 而大杯水甘露丸 都是清净我们身体 非常珍贵的宝贝 长期以往自然就能有所改善 然后再结合念经持咒去回向 两者相辅相成 自然功力加倍 其三 可以在佛前供香气好的花 比如缅桂花、桂花、百合、香兰等等 坚持一段时间 身上不好的气味就会慢慢变淡 直至消失 不容易买到鲜花的地方 多烧香气 很好的香应当也一样 我有一位朋友 曾有很重的糊臭味 听了我的这个建议 常以免桂花供佛 几个月后 未经其他任何治疗 完全正常了 总而言之 人的身上都有着自己的味道 有的是天生的 有的是后天形成的 而很大部分原因 跟人的业力有关系 在这其中也存在着因果思想 业障太深 就会有浓厚的味道 会给自己带来困扰 因此 平日里可以多修行佛法 可以改善这样的味道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